最近除了教育部政府部长遭到很多人批评指责之外呢 其实还有另一名部长也是受到千夫所指的 他是谁呢 他就是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了 那刘伟强他就说 身为马来西亚人应该要感谢政府提供机会 让国人可以去学习华文 因为除了中国和新加坡之外呢 其他国家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学习华文呢 我觉得这个刘伟强他现在成为剑拔 他主要是用了一个不恰当之日言 就是用了这个感谢的这两个字 因为感谢对我来讲 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感谢政府 因为政府不是应该是给人民 给人民就是保障各族有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有学习母语教育的机会吗 我们当我们用这个感谢的词言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让人家是用一种很卑微的角度 说我要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但忘了这个机会是应该的 是责任是义务来的 的确那刘伟强的这一番感谢政府论呢 也是瞬间的引起各界 尤其是华社的踏发 就连同样是西蒙成员的杀越民主行动党主席 张建仁他也看不下去了 并且谴责刘伟强歪曲事实 那张建仁他还毫不留情面的批评 刘伟强的这番言论呢 根本就是和过去的巫统成员没有两样 其实我这个事情发 就是刘伟强的失言了之后 我有去跟我的在沙巴的同事 去了解一下刘伟强的背景 为什么他会讲出这番话 我第一个问我的同事就是说 他会不会讲华语 同事说会 可是他是有带着一个浓浓的一个 可能是马来文枪 马来语枪 主要是因为和他的成长背景 那么我在想很多这个政治人物 其实不只是华人 甚至是马来人 他们可能是一些马来政治人物 他们都会有失言的时候 问题的归根究底就在于 可能他们对这个像刘伟强本身 他可能对华人的担忧 华人在乎的东西是不了解 就像马来人可能不了解 为什么你们每天都在喊要承认 同考文凭 一样 但是因为刘伟强 你是作为华人 当你说要感谢政府的这一方言论 大家自然而然就是认为 你是对不起华人的 是因为可能现在华社吧 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以后呢 可能这个学习 母语啊 学习华语的机会 可能会被剥削 又或者是像是 现在这个多元流的教学呢 以后会变成单元流 所以现在也是华社一直在捍卫的一个点 对 这主要也是因为我们过去一些华文 就是学习华文的这个机会 我们不能说机会 应该就是我们的权力的时候 有一再这个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个挑战 包括曾经的这个改制中学的一个历史因素 还有这个读中的问题 都包让这个华社对这个 在乎这个保障我们学习这个母语的这个权利 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刘伟强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认为是说我们的华文学习的权利 是不是又要再一次的受到挑战 因为连这个作为华人的部长 华人的政治人物 你都不是站在华人族群这边来讲话的时候 你反而是站在政府的角度的时候 大家就反弹必然是很大了 的确不太应该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刘伟强的这番感谢政府论呢 其实也真的是不太成立了 因为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那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可以就是 常常在外国人面前很自豪 很自信的向他们展示 我们能够就是通晓多种语言的这个能力呢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社会 而不是一个单一社会 我觉得在这个母语学习的这个课题上呢 其实政府应该要用一种包容的态度 就是你的视野要宏观 其实当一个国家 你可以允许不同的民族学习 它的母语就是去发扬光大 它的文化的时候 其实你是向这个世界的舞台 展示你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质 就是你的各民族都可以很自由的在学习 现在既然你看到我们很多这个华小 有很多马来人在读 在土族生都在读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特质 我们都不应该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而说我们是不是要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 这些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那或许呢刘伟强是想要尝试去帮政府说好话啦 但是他应该是没有想到说 他这个感谢政府论呢 反而是在帮到忙的 就是害自己人来一生的麻烦 尤其是他身为这个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处部长 我觉得说从他的嘴里说出这番话 确实也不太应该哦 其实他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多错多了嘛 所以像张建仁在这个事情上 他是绝对不可能还替他讲话嘛 他必须要讲一些听起来 让人家还感觉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要反驳他 好那下一段回来呢 我们就会来聊聊就是这个烟麦的课题 继续留守City Plus